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2023年的PayPal1第十五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他說In a box there are five red balls and four black balls 他說From the box two balls are randomly chosen at the same time 隨便選兩個出來 他就說APAC做了幾個 先看看APAC 他在這裡就說 就叫我們Found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two balls 抽出來的就是Red 好 事不宜遲 拿單案子出來再說 直接在這裡做APAC 未做之前 我自己都覺得 我想先圖像化一些東西 因為這條題目太多文字 不如我拿一支圓筆出來 好嗎? 他就說有個盒子 有個盒子就有個盒子 我就會這樣畫 有個盒子 然後 抱歉 抱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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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裏面有五個紅球 R代表紅球 就是5 另外還有就是 白球有四個 這條題目說的 我們都說 B球就是白球 黑球有4 有4個 他現在就說抽 兩個出來 好嗎? 好嗎? 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要找個 可能是什麼 就是 抽出來的兩個球 要是紅球 來的 好嗎? 好 要抽出來是兩個 紅球 那 不如這樣吧 就是紅球 我這樣提醒大家 好嗎? 紅球 好了 機會率是多少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 綠色筆就不出門 不過都很熟 對吧? 老老實實 我們這裡應該會用到 One-Two技巧 And I概念 即是都可以 不用那麼複雜 不用用 NCR NPR 那些Combination 和Permutation 可以收起來 那原因就是 如果你學過我 Lux的Chapter 20 是不是 簡單的Properity 就已經搞定 這條抽球仔題目 OK? 我嘗試用簡單的Properity 去說 其實 他說 At the same time 抽兩個球出來 At the same time 那你不可能同一時間 一定又快又慢 譬如你左右手兩個 兩隻手一起伸下去 拿兩個球 同時間拿兩個球出來 你中間一隻手快一點 另一隻手慢一點 你不可能同一時間 他說同一時間 就是騙你的 所以你也可以想著 為 第一下點點 第二下點點 之後就是 它們的Properity OK? 那麼 第一下點點 第二下點點 然後它的Properity 是什麼 那麼 我們要兩個都 Red球 所以 第一下要是Red And 第二下也要是Red 那麼 寫好一點點 第一下要是Red 第二下也要是Red 而事實上 我們要的Properity 是什麼 就是說 從9個當中 這裡有9個球 5加4就是9個 9個當中 還有就是N概念 可以嗎? N概念 就是成 我拿支費用紙筆 順帶都在旁邊提醒你 可以嗎? 如果你發現它是一個N概念 中文叫及概念 的話 就 在這個數個角度來說 它就是成 OK? 如果是一個我概念 或者概念 在數個角度來說 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我提醒你 所以這次就是同 第一下要是Red 第二下也要是Red 第二下是Red 不要忘記 你已經抽了一個Red 所以裡面只剩下八個球 而八個球裡面 我們只不過是可以 因為抽走了一個Red 五個減一個 即是四個 只剩下四個紅球 所以Properity應該就是這個 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速地 藍色筆才是外出給別人的答案 那我就會這樣寫 就是 The Required Properity 中文就叫做所需概率 就會等於5 over 9 即是九分之五 再乘回 百分之四 即是4 over 8 我們約一約的情況下 你都不難發現 不如我拿一支六四不約 約一約 在這裡 轉一下 對 4一如4 4如8 用二約 所以你會發現 4一如4 4如8 所以正確答案 應該都會出下面 就是9218 就是十八分之 十八分之 上面就是五成一 當然就是五 就是十八分之五 那整個A Part 完成 如果可以的話 不如我們還有些位置 在這裡做個B Part 看看B Part 他現在就說 這裡 他就說 你再把它放回袋子 再在袋子裡 再抽三個B Part 就是 玩兩劑 他就說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three ball truths are of the same color 好 事不宜遲 拿一張單子出來 我自己都很喜歡 將一些圖像化 不如我先把它圖像化 我抄上上面的圖 我也不想畫 首先 其實他做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就是從個 或者我畫大一點 在這裡 就是從個 盒子裡 就是抽兩顆球 這次最糟糕的是 你抽兩顆球 你不知道是甚麼球 是嗎 你有可能是兩個紅 你也有可能是甚麼 就是兩個黑球 對吧 所以你是不知道是甚麼球 再把這兩個球 放進袋子裡 而當然袋子 條題目所說 袋子 我先畫下 先把袋子 戴上頭盔 畫得不漂亮 要漂亮 你自己慢慢畫 我自己懂得看 當然 他說明袋子 有八個紅球 首先 就是 頭兩下 不如我用頭兩下 好嗎 頭兩下 即是第一下抽球 以及第二下抽球 就是在這裡抽 抽兩個球 當然這兩個球 我們不知道是甚麼顏色 可以嗎 先抽出來 之後 再把這兩個球 放進袋子裡 不知道是甚麼顏色的球 放進袋子裡 總數就是有10個球 當然 之後 再抽多第三、第四、第五下 總共抽多三個出來 即是第三下 在這裡發生 第四下 也在這裡發生 甚至第五下 也在這裡發生 可以嗎 即是抽球 第幾下抽球 對 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 也在這裡發生 可以嗎 他就再 抽三個球出來 在這裡 在袋子裡 即是乘三 好了 抽出來 這次他講明 就是要 要同色 三個 即是 發生了甚麼事 我自己在這裡想 就算我當初兩下 你抽到這麼幸運 你抽到兩個黑球 是嗎 你放進袋子裡 再抽三個球 都不可能抽到三個 SAMColor 即是不可能抽到三個 黑球 只有兩個 所以它所謂的SAMColor 意味著 暗示了甚麼 我自己想想 即是暗示了 這裡一定要是三個紅球 要想得通 這件事 可以嗎 明明我講甚麼 即是你要抽三個紅球 即是說 這裡我們抽甚麼色的球 放進去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 後面抽三個紅球 被你調到肌肉率 對吧 所以我們不如分開 慢慢想 拿著綠色筆 我就會想 頭兩下 點點 第一下 點點 第二下 點點 第一下 點點 第二下 點點 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第五下 就是在這個袋裡抽 可以嗎 好嗎 第三下 點點 第三下 點點 第四下 點點 還有就是 第五下 點點 之後再考慮 就是它的可能性 其實 這也是一個 1 2 3 4 5的技巧 對嗎 就是這個 而事實上 在這裡 我們慢慢想 先考慮 那些情況 好嗎 我自己會想 就是 頭兩下 可以在盒子裡抽兩個黑球 先當兩個黑球 好嗎 如果抽這兩個黑球 兩個黑球 放進去 就是有十個球 八紅兩黑 就是十個球 對嗎 裏面 我們要抽三個 紅球 這樣才可以是 同色 對嗎 我們待會再考慮 又或者 我們也可以 怎樣 未必 是 我戒開它 好嗎 拿一支 藍色 你未必是 頭兩下兩個黑球 不要弄得那麼亂 或者其實 可以是 這是兩個黑球 那 那 或者可以是 一個 一個黑 一個紅 可以在這裡抽一紅一黑 一紅一黑 你可以調轉 那 紅先 黑先 走後 頭兩下 可以這樣放 而事實上 後面就被迫著同色 所以其實就是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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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OK 當然 又未必 我戒開它 這樣好像比較清晰 頭兩下 抽兩個 黑球 然後 頭兩下 抽一紅一黑 對嗎 甚至 你可以怎樣 頭兩下 抽 兩個都是紅球 也可以 然後 後面 就要同色 抽三個出來 即是被迫著 R R R 明白我在說什麼 所以 Properability 可以立即在想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這樣的狀況 我先把這個 拆開 Properability 應該會是什麼 先想第一個情況 就是 首先 頭兩下 要是 黑球 首先 在這裏想 頭兩下 就是九個球 有 四個球 是黑色的 好 接著 同埋 同埋 就是一個 成概念 就是 它 剩下 有八個球 對 這個 這裏剩下 八個球 裏面有三個球 是黑色 好 同埋 好了 現在 放了 這兩個 是黑球 放上去 即是說 有 八紅兩黑 在這裏要抽三個紅球 所以 總數有十個球 十個球 裡面有八個是紅 接著 同埋 就是 同埋 就是成 好了 剩下有九個球 在袋裏面 因為 十個抽走了一個 當然 抽了一個紅球 剩下七個 就是九分七 好了 最後 就是同埋 現在剩下八個球 在袋裏面 而 它裡面聰明的 你也知道 抽走了一個紅球 所以剩下六個紅球 所以剩下六個紅球 就是百分之六 好了 又或者 情況二 第二個情況 所以 中間的情況 全部都是加的 好 就是加下面 就是 現在有九個球 在袋裏面 我們要先抽個 黑球 就是九分四 聰明的 你也知道 所以我加速了 剩下的就是 八個球 裡面 我們現在要抽個紅球 當然就是百分五 好 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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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成概念 好了 現在 袋裏面有十個球 因為放了兩個球 就是八加二 就是十 十個球 不要忘記放下去的 那兩個是一紅一黑 所以現在有九紅一黑 好 就是要紅球 十個有九個 是紅球 好 同埋 就是成概念 好 剩下的就是有九個 九個裡面有八個是紅球 好 同埋 剩下的現在有八個球 八個球裡面 剩下的有七個是紅球 所以就是百分七 好 又或者或者 就是我的概念 就是加 好了 就加下面 就是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就是 從九個球當中 在袋裏面 就是選擇 有四個的紅球 就是九分五 好 同埋 剩下的 在袋裏面 抽了一個 有八個球 是吧 你現在要抽黑球 所以就是八分四 好 再同埋 就是成概念 就是成什麼呢 現在的袋裏面 有十個球 有十個球 放了兩個球 我們要三個紅球 當然 要抽三個紅球 現在我們有九紅一克 所以就是十分之九 十分之八分之七 好 就再成以 因為同埋的概念 就是同埋第二下 我們要抽紅球 剩下九個球 裡面 有八個是紅球 當然 再同埋 就是成概念 剩下的就是 有八個球 在袋裏面 有七個是紅球 所以就是八分之七 好 又或者 或者就是一個 加的概念 五個抽出來 都是紅球 RRRRR OK 首先 考慮第一第二下 在這裡 就是在盒裏面 有九個球 我們要抽紅球的機會率 是九分之五 好了 就同埋 剩下的 剩下的 有八個球 裡面有四個是紅球 好了 同埋 好了 放了兩個紅球 到袋裏面 即是有十個球 十個都紅球 你抽到紅球的機會率 你每次抽都是抽紅 十個球都紅 應該是一 不過 如果你真的要想 球和球之間的關係 也可以的 總數有十個球 十個都是紅球 好了 就再同埋 對 剩下的 抽了一個 走之後 有九個球 在袋裏面 九個都是紅球 再乘回 還有 剩下的 有八個球 八個球當中 八個球都是紅色 就是八分八 抽到紅球的機會率 OK 所以這堆東西 你自己約一約都知道是一 所以肯定 必定抽到紅球 就是你前面抽兩個紅球 對嗎 放在這裡再放 十個都紅球 那你還不是後面 一抽多少次也好 都是抽紅球 那一 更硬的 更硬硬的就是一 是吧 OK 所以其實都不要搞太多 那我們直接來吧 就是The Required Probability 中文的同學 就叫做鎖水概率 就等於什麼呢 我把這四塊東西加起來 就是九分之四 就是九分之四 這麼錯 不好意思 就再乘以 八分之三 就再乘以 就是十分之八 就再乘以九分之七 就再乘以百分之六 就再乘以五分之八 就再乘以五分之八 就乘以八分之八 就再乘以九分之十 就乘以八分之九 就乘以秋分之八 再加 就是這個 就是9 over 5 就再乘以8 over 4 就再乘以10分之9 就再乘以9分之8 就再乘以7分之8 就再乘以7分之8 就再加 最終那個 就是5 over 9 最終那個行 就再乘以7分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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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乘以1分之1 因為10分之10 9分之9 和8分之8 其實都是1分之1 可以嗎? 不過我懶得詳盡 所以我寫得詳盡 考試我一定寫1 好了 最後就是8 over 8 這堆東西 小心翼按機 因為都很容易按錯機 所以最後終結答案 應該出什麼呢? 如無意外 這個應該出 67分之9分之9 90 它是90分之9分 正正答案就是 我次圖一張紙給大家看 不過縮小一點 就是A part B part的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